最近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 被歐盟選為2023年的歐洲綠色之都 這座靠海的城市 運用乳牛保護沿海草地 規劃出能讓蜜蜂和蝴蝶 安心受粉的綠色通道 同時大幅推動自行車與公共交通工具 在減少噪音和改善水質上 也表現優異 因此獲得正向殊榮 生氣蓬勃的植物 充滿了這座美麗的城市 這裡是愛沙尼亞的首都 塔林 憑藉著保護城市綠地 減少噪音污染和改善水質 榮獲歐盟2023年的綠色首都獎 大批的乳牛在城市近郊生活 孩子興奮的圍繞觀察著 這是塔林實施綠化城市的重要角色之一 塔林需要城市的工作 保護自然的生物 在塔林裡的圍繞觀察著 現在我們在巴雅沙的自然保護城市 這是一座美麗的圍繞觀察著 這座美麗的圍繞觀察著 並僅限自行車與行人通行 避免高速的汽機車傷害到昆蟲 這條綠色通道也同時推動民眾騎自行車的意願 該市計畫其自行車出行的比例能在2027年達到11% 過去20年來塔林的人口數量穩定增長 據最新統計 該市現在有超過44.5萬居民 塔林發展部主管坎普斯表示 投資於城市環保與綠化 將使該市成為更適合居住的城市 在未來也能帶來經濟和財政上的效益 在未來的圍繞觀察著